近方去年十二月將亂上訴這個犯罪集團犯罪的範圍 包括到六號月高下頂帝 占北海人簽署無限度透過保留方便投資 經過近方四個外國調查後前往了人 持搜索票到犯嫌的住處來執行搜索 一局有查獲到賴性犯嫌及旗下的市民成員 並查扣有一些帳策 電腦 還有開他命等毒品這些帳證物 近方表示犯罪集團去獲害金營 在兩國的疫情間外交易金營和大型代表人員 行博包括美國本球NBA拿球以及國立制約運動 尤其他們吸收各種心來犯罪引起社會中心 那另外在日前台中市有某高中生 因為是涉嫌疑似是千賭戰的一個下游主頭 那因為無法長遠這個賭債 即沒有辦法來收取這個下游賭客的一個賭資 那在母親節的當天燒炭自殺 造成社會上是一個震驚 那警方對於這個部分也相當重視 那持續來對於這個千賭戰的部分來做一個清查掃蕩 曾對尋求犯罪親連犯的問題 近方也轉流調查 是不是有下游賭案 那目前呢這個集團裡面經過清查 還沒有發現到有這個少年涉及到 少年學生涉及到這個千賭的犯罪行為 那本分局呢還是會持續在做清查 那對於一些違法的這個千賭戰呢 我們還需還需做一個持續的一個查去 生涉及犯罪危守的犯罪集團 不然害人因爲參加強勤的動贊 保留特效的行為也非常困惡 因此提不到地賓專案對上一賞花瓣 既然換給我才紅包的 拜登